大家好我是Gun 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做一个影片的 今天的影片的名称叫做video 就是我为什么会做影片 那么在之前呢 我会想跟大家讲解 当你要做一个影片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一个影片的软件 叫做video editor 那么我用的video editor 就是用powerdirector 这个version啊bong是8.0还是9.0 然后你可以在网上有一些video editor是免费的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然后去用 那么通常呢 我会OK 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讲解它的做法了 那么第一个 当你如果是你用新的一个文件 打一个文件档案的话呢 你就需要打开新的文件档案 比如说这样子 它就有新的文件档案咯 就是file 你的project 它就有新的文件档案 然后之后呢你才 如果你要弄好了之后呢 你要储存的话你才来按save project 或者save project as 然后你才去放你想要放的这个文件档案的名字 OK 那么现在呢当你开了之后呢 你要把你之前所拍到的一些影片啊 或者视频啊或者是照片啊或者音乐啊 你所做的音乐还是什么 或者有人交谈的一些声音啊 你要把它放进来这个软件里面 就是它才能够操作嘛 那么啊 我先跟大家讲解是怎么弄 比如说现在你要弄的话 你就要放 在左上角这边有个icon 你要放import media files 我打个地方啊 啊 我要用这个 voice998 voice996 map 然后 这样子 我就 当我按了之后呢 选 选了这几个文件的之后呢 我就放open open了之后呢 它就会把你想要的文件 或者影片视频 放在这个中间这个部分 那么 左边 Levinsite 这个是 啊 一些特效啦 啊 中间的就是你的那些文件 档案 的画面 然后下面这里呢 就是你要做的 啊 或者是你要改良的一些 啊 效果啦 啊 视频的 影片的效果 那么 Levinsite 左边这里呢 就是有media room 就是这里这个东西 这边 啊 我们这个center 这边东西 啊 然后 如果你要download的话 你要从网上下载一些 照片啊 一些特效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啦 啊 就是icon的个比 啊 第二个icon 然后这个 另一个就是effect room 啊 effect room 就是你要做的特效 啊 有些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 啊 比如说color edge 啊 还有dreamy 还有delay landerland 啊 等等啦 好 第三个呢 就是 pip object room 啊 这个也是特效东西 啊 然后 然后 这些都是特效的东西啦 啊 partition room 第四个 然后text room title room title room title room 第五个 啊 然后 然后 第六个 是 tonsition room 这个也是特效 啊 然后 第七个 比如说这样子 它会有不一样的特效 ok 然后第七个 就是audio mixing room audio mixing room 我没有什么去用啦 因为都不需要 啊 因为我就是 没有去说 啊 只是 左边或者右边的音乐 想要关掉 然后 我再做一个例子 啊 然后现在呢 下面 这个部分呢 在左手边 就是 你要做这些特效啦 你要改良 或者edit 这些特效的东西 so 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有1 哦 2 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说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都有两个column 就是 一个就是 video 或者photo 哦 跟这个sound 哦 就是 你当你做一个影片的话 之后你需要 有声音嘛 你需要有画面嘛 所以它就是 就是 这个 它的用途就是在这边 然后 记得 这些东西 你不要去动它 哦 这两个眼镜啊 跟这个 好 enable disable 没有什么东西都不要去动它 没有什么东西都不要去动它 然后这个是lock 或unlock 也不要去动它 因为 我们在做影片的话 我们都需要去改 edit嘛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另外的 比如说你也喜欢 是 画面 然后 第三个 就是 所以每一个格 它会 会有 两个 就是 video 跟sound 哦 然后 有一些是有做 这个 就是effect room 第三个 然后 第二个 第二个呢 也是一样 跟第一个 是一样的 然后 这个 一二 三 四 哦 算一 二 三 四 算第四个 就是title room title room 就是你要放字眼的东西 那么 如果你要放的话 你可以 这样子放吗 比如说我要打这个 可以 OK 然后我要放 它有固定的啦 好 有些它可以放 有些不能放 比如说这个 你在 你要放字体的话呢 你可以在影片这边放 你也可以在 title room 或者dex room 这边放 哦 所以它是可以的 哦 比如说我现在 我拿上来 OK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 影片这边呢 它会有 显示 一些东西出来 一些字体出来 哦 那么 现在呢 我想 就是跟大家说 我是怎么弄 这个影片 跟大家 显示一下 啦 现在说 你就是当你的文件已经弄好了 你要弄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就需要把它这个东西拉下来 然后把这个东西拉下来 哦 如果你 然后如果你要改良的话 你可以放 OK 来 现在到这里了 从先这边 这边有几个 就是 有 Split Modify Edit Image Fix or Enhanced Stature Keyframe Duration 哦 然后每个都不一样 这个比如说 现在 我要 比如说 啊 Split 就是我要把这个部分 切成两 两 两段 或者是 或者比较多 多 多个video 那我就按Split 它就会有 当你 按Split之后呢 它就会有两个 哦 如果我再按它 它又再按 它又会再分成两个 哦 Split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哦 有些 然后呢 啊 啊 Modify 就是当你 你可以再按了这个 你想要的这个 video或者 photo之后呢 你就按Modify 哦 或者是说 你要 在video这边 按Double Click 是可以 也是一样的 哦 然后 这边会有 Apply Border Apply Shadow 哦 你要看你怎么弄 啊 这个有它的 做法 比如说这样子 嗯 然后 这个是声音吗 通常我会把声音 拉得很大声 啊 很 比较清楚 那么 当我做影片的时候呢 我是 第一 我要把声音弄得 我要把所有东西弄得清 啊 画面弄得清楚 然后 声音弄得清楚 要不然的话 每个人看的 他都不知道在 他看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弄好了之后呢 OK 你就是要用 Fix or Enhance 当你 找了这个之后呢 Fixor Enhance 然后 你就 再 Color Adjustment 好 这边有几个啦 Lightning Adjustment Remover 这个是如果你的眼睛有 一些照片有 红色眼睛啊 或者画面啊 比较不好看啊 你可以放哦 Remove 哦 然后 这个通常 Fixor没有什么去弄啊 因为都不是很需要 然后 如果你要把它的画面弄得清楚 就要放Color Adjustment 比如说现在你看 现在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把它弄得比较清楚 你看 OK 我拉到右手手边 Lightning Side 它就会比较猛 如果我拉到右手边 它就会比较清楚 通常我不会拉很多啦 我只拉一点点 那么Color Adjustment 我会在Contrast 跟Sharpness 这里 哦 如果你看 我把它拉了 拉到右边 它的那个画面就很 很 很 粗糙 哦 如果我拉的比较少一点 它的画面就比较好看一点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要换 颜色方面呢 也就是要让这个 Hu Hu 或者Saturation 哦 那么我拉左手边 它就会变成紫色 我拉右手边 它会变成绿色 如果我拉中间 它就会变成普通的颜色 哦 比如说我拉这个之后呢 我再Saturation 我再拉 它就会慢慢变浅色 如果我拉到右手边 它就会变成很深色 哦 同样的 再搜紫 OK 基本上我是这么做啦 OK 然后 第二个呢 就是Duration Duration Duration呢 比如说你要按 在按了这个Duration之后呢 啊 你比如说我要 现在我要把它放成 呃 5秒 或者7秒 8秒啦 8秒 然后我就按 OK咯 它就会 它的 它的 这个 影片呢 如果说我要再按 哦 我要再弄 再弄给它 50 哦 它这个Duration呢 它是算 算跟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 哦 就是60秒 就是60秒 就等于1分钟 啊 对 60秒 就等于1分钟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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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要这个要放 2 2.5 你看啊 如果说我这个放 60 它是不能的 它只有5 就是6秒 所以就跟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 哦 抽屁的时候 抽屁的时候 现在我放2 2 2分钟 啊 2分钟 59秒 嗯 它就会 变成很 它的画面就变成很长 然后 然后如果我要放 啊 三十五 1分三十五秒 看 我怎么知道呢 啊 你就去看Duration咯 然后 第二个呢 你可以看 这个 这边上面它有这个时间的嘛 这里 我 弄的这个左手边 还有时间的嘛 知道 这就是1分钟 2分钟 3分钟 4分钟 5分钟 6分钟 这么 这么 这样子显示啦 哦 然后比如说现在我已经弄好 啊 然后 啊 比如说我现在 我这个画面 我这个声音 我 有些声音我不要的 我就 也是可以按Split咯 啊 啊 就是不只是在影片 在声音都可以 哦 在字眼都可以 然后放 这个都可以 哦 所以你看啊 当我这样子的话 把它拉出来 是可以拉的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 所以你的Split 在这里都可以弄好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放 undo 这个叫 undo 这个叫 undo File Edit View Play 啊 这边叫 undo 啊 就是 然后 这画面呢 有些 LCA 就是我要放的比较 normal的 我就是4.3 哦 Ratio 如果我放16.9的话 它就会变成 比较宽 但是 啊 它的用的这个容量也比较多 就是它的memory space 会用的比较多 那么通常我是用这个啦 4.3 用还有东西要放嘛 OK so 好了之后呢 啊 如果一些声音我要放 弄的比较大声 好像 OK 现在呢 比如说这个 是Edit Audio Edit Audio Edit Audio 然后 就是我要放这些声音咯 比如说我要放 boost啊 我把它弄得比较大 比较大声 OK 这个是原本的 OK 然后 然后 这个是零嘛 Effect boost 如果我要放成六 它就会变成更大声 OK 我想干 Can you let see 这个要再 在这两次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我想干 Can you let see Dicom 冷清零 OK OK 那么 如果要放得比较更加大声 更加清楚的话 我放到 按preview 然后我再按play 好 OK 好了 之后我就按ok咯 如果我要的话 然后 change speed 然后pitch change speed 就是说你要 那个 那个声音的速度 啊 它的速度 啊 就是要快 或者是要快 所以要慢 我现在 显示一下 这个是按 Effect Change speed 啊 所以 这个是一倍 一倍我按 好了之后 按preview OK 我想干 Can you let see 这个 这是我普通的 那么如果我放比较慢一点 它就一样咯 好 然后你就按preview 之后你按preview OK 我想干 然后 如果我要再放更慢的话 OK 如果我要放的比较快的话 OK 啊 可以按 这边是1.75嘛 OK 我想干 Can you let see 你放更新 135 哈哈 然后 好了之后呢 你就按ok咯 然后这个pitch的 在 在 在 Distort Distortion 的下面pitch shift 这个就是你要变声音了 然后这个normal的话 普通的话 after preview 好 OK 如果你要放的比较慢的话 如果你要放的比较慢的话 它的声音比较 粗 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想 那么粗的话呢 你就按 右手 左手边啦 好 然后如果说 你要放比较深 那你比较尖的话 你就拉右手边咯 然后 after preview 你就按 按preview了之后 OK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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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放 再按 再按 放到4啦 在第二轮 然后把它放到4 按preview 我再 好 好 好 so 我online 之前也是这样子弄的 其他的我还没有去弄它 好 比如说 Noise Reduction Reduce Reduction 就是 一些事情你要 不要那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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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normal的 OK 如果说 你要让它比较 OK 还是一样 那如果这个是Win的话呢 如果拉的比较高的话 啊 他的那个 事情也不一样了 然后第一 click 如果这个是通常我没有什么动作 吵 然后尽量保持原本的那个声音 然后 有些是说 好像你要放一些Radio啊 还有一些讲话 好像Robert 好像机器人 这样子 然后你就按 AM Radi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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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要放 就是on the phone on the phone 如果说这个是要 比如说我 有些 有个人在 跟你讲手机 所以它有不一样的啦 好 其他的 如果说 你要把你的声音弄得 倒转过来 哦 就是在special这里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叫wave effect editor 啦 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声音的效果 然后如果你要做那个声音把它弄得全部倒转过来呢 就像说 好像说我爱你 他会说 你爱我 这样子的意思啦 但是有时候他会比较普遍 他的效果可能也不是你想像什么那么 但是有时候也是蛮 蛮特别啦 那么我就做一个比 一个 例子给大家看 在这个special的 effect reverse 这边有按preview 然后你就按 play咯 他的声音是完全倒转的 所以 通常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按cancel咯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 你不想弄的话 你就按 你不想储存的话 你就按can no啦 如果你要储存的话 你就按yes 我做个比方啦 ok 然后 比如说 现在我就给他再看 他的画面就是这样子 嗯 比如说现在 我要按split 我要把这个画面 搬成另外一个 就放 按fix or enhance 在这里 在这个video之后 我按fix or enhance 我再拉 然后我再拉 然后我再拉 嗯 然后当他这边 这个紫色 他会换去 金色 然后我再拉 好 我再另外一个 我再拉 再拉 再 Olympics or enhance 啊 阿 我按 split的时候呢 那我再按 再去 那个影片呢 我就按 ins 然后 然后我再拉 按 再拉 再拉 再拉一次 好 再拉 暖色 这次我好像比较浅 浅的颜色 好 那么现在我就给它去看 它的后面 它会变青色 然后会变 红色 然后会变 红色 然后 又会再来多一次 粉红色 紫色 那么基本上弄好了之后的画面就是这样子 然后 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做的这个video是怎么做的 那么现在呢我 就给大家看 这个是open project 因为现在我没有用嘛 所以我就不要咯 如果要的话你就按yes咯 然后我去找 我要的档案video 然后按no 因为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分开来放 OK 那么现在呢 这个就是我通常会弄的 这个是video的影片 然后这边呢上面呢 看到吗 Column1 这里呢 为什么它是黑色的 是因为 之前我已经弄了 但是它的文件已经不在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黑色 你看每一个我都有去修改过 这些全部都是split 刚才我说这个split的功能 因为每一个 都稍微改了一下 所以你看 通常我会把影片放在第二个column 第二个 刚才说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这样子 然后我会把影片放在第二个 第一个我会空着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会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需要放 那么如果好了之后呢 如果你要增加的话呢 你可以按这个additional video 然后如果你要放这个 然后如果你要放这个 比如说我要放above track1 above track1 然后我按ok咯 它就会在第一个column1那边 它会添加另外一个column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现在 它就会变成 有两个column ok 然后现在呢 我就是给大家看 第二 现在呢 我再 undo ok 它会变成 之前的画面 那么 第二个是video咯 哦 第二个column 是video 然后第三个column 就是text 还是一些东西咯 然后第四个 ok 现在你看了 看了吗 这边 有写的 record video ok 然后这边 第一个第三个column 就是 有限来源 copylet 有限来源 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第三个column 就是这个了 这个 2019 popular 有限来源 哦 那么这个是一个 啊 world piece 的这个 显示了 哦 我希望大家和平 大家互相 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啊 ok 然后如果你要怎么弄呢 就是可以用 这个字眼咯 ok 当你弄了之后 通常我是这样子 我按这个 default 右手 左手边 default 的第二个 哦 你要放这个也可以 你要放这个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 啊 放好之后呢 我就 每一个我就 当我按了default 啊 第二个之后呢 我放了字体之后呢 我就在每一个格 我就去改它的颜色 哦 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蓝色 它之前是青色 它会变成蓝色 ok 然后 然后 它的字体呢 是 这个 啊 ar bonnie ok 然后这个size呢 是14啦 啊 啊 有时候可以放 2 11 10 啊 要放大 24 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放少一点 放 4 啊 然后你要放鞋 都可以 要放 Bow 或者要放 Italic 都可以 啊 然后这个 你要放Center 就是你要把你的字体放在中央中间 你要放Left 或者要放Right 或者要放Center 都可以 啊 然后 好了之后呢 就要去按这个了 啊 这个其实 没有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去弄它 Apply font face 啊 第三个是Apply shadow 咯 我打个比方 现在我 这样子 如果 我Apply shadow的话 Apply shadow的话它的画面就比较亮咯 我没有按的话它就像normal咯 然后如果你要放Distance 看到吗 这个是 Spark 然后如果你要放 2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你要放黑色 蓝色 哦 你要放 chocolate 都可以啦 然后你要放Blur 哦 blur 比如说这个 blur就是你要弄得比较清楚或者要模糊啦 啊 tansparent 这个是影子啦 影子的用途 哦 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去弄它 啊 这个Apply border 然后有些你要做黑色的那个边 放的比较好看 那么你就弄啦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这样子 不要弄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这样子咯 摸摸 嗯 嗯 通常我没有什么去弄它呢 嗯 然后这是Effect咯 如果说你要放这样子的话 OK 就位 好 我再来一次 在这个 Animation Poverty 这边 你就按 这个咯 blur left 它就会这样子 好 然后 过程你要放这个 啊 Fade 哦 通常就这样子啦 如果不要的话就按回去 然后 第三个 哦 通常 我会放的就是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V6 第二个就是 啊 可以说这个是 啊 啊 有限 啊 第三个 啊 第三个 Modify 就是 我的 圆 可以 然后 可以 然后 你要 如果 如果你要比较厚的话 你会放这样子咯 如果你要放7 它就变成它的Border 会比较宽 高 然后你要放 Effect 它就会Normal咯 然后你要放Blur 它 它的 它的那个 线条就比较模糊咯 它 Transparance 啊 同样的东西 然后你颜色你要放蓝 这个颜色可以 你要放橙色 都可以 好 它就这样子 如果我换了之后呢 它在画面就这样子了 但是我们不需要嘛 不需要我就Cancel 咯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text title 在column 5 啊 这个quit page 是在column 第四个column吗 第四个啊 这个 字体或者是 它就是在column 第五个 啊 就是这个了 我弄进去的 这些字体 全部都是 打进去的 你从文 从文字那边 啊 弄了你想要输入的一些字体之后呢 或者 啊 那 然后你就 把它 放在copy and paste咯 你就把它放在这里咯 啊 就是在column 5 啊 然后第六个 这个也是 这个啊 画面啊 这些东西 那么通常我是 有的话我就弄 啊 然后有 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放我的这个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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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照片啊 哦 通常都是在 第二个column 或者第三个column 哦 看有什么地方去放哪里啦 嗯 然后同样的 弄好 去放 那么 现在不需要吗 啊 不需要我就没有放咯 需要我就放咯 嗯 那么现在我就跟大家 显示 它的效果了 哦 然后我再重复 然后我再重复 第二个column 第一个column blank 是放在因为我要做一些东西 啊 这个是之前的 我已经改了的画面 哦 但是它已经没有那个答案 不在了 或者我已经洗掉了 那么我就 它就变成黑色 啊 第二个column 第一个column 是blank啦 第二个column 是 video or 啊 sound 哦 然后第三个column 是 啊 copy write啦 哦 有线来人 OK 第二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是 copy write咯 第四个column maintainone tv 跟fans有线06的 这个 web page啊 啊 或者youtube啊 youtube page 嗯 然后第五个就是 第五个column就是 啊 那个text column咯 哦 它的title column啦 都可以 只要 然后第六个 也是拉video咯 或者photo咯 或者什么 你要放都可以 你要添加的话 你就放 然后下面这边呢 就是 啊 voice recording咯 啊 但是我没有嘛 没有就不能用 然后有些是 audio mixing 啊 这个我也是没有 所以 有的话就可以用 然后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哦 如果你要添加的话 你就放 OK 我比如说 现在 这个dulation我要放 在column3我要放 30秒 它就是这样子 哦 它会增加它的那个画面 它的字体的时间 嗯 嗯 装成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就显示给大家看我是怎么做它的效果啦 嗯 嗯 然后好了之后呢 好了之后呢 你就去 之前是在这个是edit嘛 然后这个是produce 然后另外一个是credit 如果你有一些啊 如果你有一些啊 一些 就是你要做一个video 一个影片啊 哦 它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说mpd4啦 其他就是用 default based quality 哦 然后我就按start OK 然后 create this呢 就是如果你有些要做CD啊 DVD啊 啊 你就是按这个 好 弄好了之后呢 你就按这个咯 哦 然后你要添加东西 啊 就是在这边 哦 比如说现在我放这个 它有分啦 content menu preference list preference 哦 content就是刚才那个影片啊 好 menu preference 你要添加的话 就是按 你要加哪一个 哦 然后 这个 然后menu section 你要添加 ok 然后menu preference 就是这个咯 你要放这样子的 哦 你要按apply咯 啊 比如说现在我按apply 就会变成这样子 my video play my video play 哦 一样的东西 可以 然后你可以改啦 加东西可以 然后 就是你要放 有些是on blu ray的 有些是normal cdbd的 bcd的 哦 都可以 那么现在呢 当你弄好这个video之后呢 你就要按police 嗯 按star咯 现在我先给大家看 他的 他的行程 那做法是这样子 嗯 圣灵死别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 对人来说 是一个很正常的 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一处是 哦 我们就会有 这种神老病死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 我 我 我会做影片 我就觉得 遗憾 因为 因为 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 那么过世的时候 我们自己拍 啊 拍照 就是 我来不急 录下 他的 他的 影片 他的画面 那么 那时候 嗯 也说他买一个 影片 也很难 也很贵 可能 根本都没有 因为 很难 很难买到 如果说 到那时候 如果有影片 这个东西的话呢 可能我 我就会 尽量 在那个时间 哦 拍一下我的 父亲的一些画面 但是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一些外国人 一些古代的人 他们 有一些人 他们有把相机啊 影片 那个录影机啊 他们就是把它录下来 包括 啊 那当时候的一些风景啊 一些景景啊 哦 可能一些 就是他们没有 声音 没有画 有画面 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他们都 就能拍录下来 然后以后的人 就是我们现在一代的人 才有机会看到他们的 啊 当时的生活状况 如果那个时候 我有机会拍到我的家人 我父亲的话 那么现在 我就不用 那么遗憾了 因为我们的脑袋 啊 的记忆 会慢慢 会 会像 Memory可以很强 可以很脆弱 只是说 我们的记忆可能 随着我们的年龄 慢慢的增长 然后我们的记忆慢慢的 减退 能够记的东西也不多 啊 这不是跟我们年 啊 税数越高 我们的记忆就 衰退的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 然后如果你有了影片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了 因为 当时你当下你们所 聊的东西话题 可能 你所想 看到的一些画面 啊 一些亲戚 亲人的画面 啊 朋友的画面啊 你就可以记录下来 那么 为什么外国人他们 都那么 啊 什么都拍 什么都录下来 因为他们知道 很多东西都不容易得到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我们没来得及 跟我们的 啊 没来得及 去 啊 把我们想要记 记住的一些画面啊 记下来 希望说趁来得及 你们就应该 多做一些这些 这样的动作 不要等到说 啊 人不在了 你们才来 才来 只要你们的方法用对了 好 这个 这个影片保存的好的话 你们 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好 所以我现在呢 我能做的 我就尽量做 我就尽量拍下来吧 希望这东西 这个建议能够帮到大家 好 这一集就到这边为止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些按照 什么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 好了之后呢 你按这个MP4 MP1G4或是MP4啦 那你按SUDE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Long好了 那么今天的话题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